朱玲玲这日出席一个艺术展览活动 两个儿子霍启珊、霍启刚 媳婦郭真正和孙子霍忠希都有现身 朱玲玲说难得三代同堂一起出席活动 她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疫情关系 朱玲玲说自己少了出门 就连最爱的摄影兴趣都受到影响 摄影的我这一年出去拍的就比较小了 比较小机会 所以我在家里在电脑上做那个photoshop 整整理我的以前拍下来的照片 所以都很好 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家 好好在家做好 这日的活动展出不少描绘体育的画作 霍启珊说觉得促进跨界别交流很有意义 也会是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被问到见到儿子劲力工作的感受 朱玲玲又趁机暗示 其实担心她的终身大事 他们共建比香港是一个好事 我尽量支持她们 不过我就跟她们说都要快点时间 让自己感情事 没有压力 郭晶晶这位跳水皇后曾经勇奪多个奥运金牌 就着这日画展的主题 霍启刚都发挥创意 想象怎样用画作呈现老婆跳水的英姿 我自己很喜欢山水画的 水墨画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也是一种很好的中国传统 山水画当然是山崖山坡 在山上跳水跳下来 其实真的有 是 高台跳水 是 沿岸 沿岸 沿岸跳水 对 沿岸跳水 我们一起去墨西哥 是 我们去看国 见国 不是一起去 我去看国 沿岸跳水是有的 郭晶晶就说自己要求小孩一定要懂游泳 现在大儿子和二女都学会了 不过就担心小孩可能会因为泳池关闭 太久没得游泳而忘记了